大家好,我是陳 今天想給大家介紹這款產品 PHOENIX的LD-09-2015EDITION手電筒 這是手電筒的本體 這款手電筒長為94毫米 直徑為19毫米 靜重35克 頭部採用了加固超清晰玻璃 並經過防反射處理 內裡使用了CRE-XP12R3 LED燈 這款手電使用了 杭太極鋁合金材質 塗層為金龜三級抗氧化賴模塗層 這款手電使用一截的14500號電池 或者是一截的Helenlobe電池 或者是一截的簡性電池 這款手電本體有滾滑 防滑加工 這款手電還具有IPX8防水機能 以及1米的防摔落機能 接下來對這款手電的照明數據進行介紹 這款手電的最大照明距離為120米 中間部的最大光強度為3600坎德拉 照明模式下有三種光度 在使用減性電池的情況下 分別為130流民的高亮度可以使用50分鐘 50流民的中亮度可以使用5小時 3流民的低亮度可以使用43小時 在使用Helenlobe電池的情況下 分別為130流民的高亮度可以使用1小時45分 50流民的中亮度使用時間為8小時5分 在使用14500電池的情況下 分別為220流民的高亮度使用時間為1小時 50流民的中亮度使用時間為5小時35分 以及3流民的低亮度使用時間為58小時 照明模式以外還有SOS模式 使用為50流民 接下來對這款手電的使用方法進行介紹 這款手電的所有操作都通過尾部的開關 這款手電有戰術功能 也就是說在輕按尾部開關 即可打開手電筒 鬆開即可關閉手電筒 手電筒光亮的調節是通過 單機尾部開關 可以在低亮度中等亮度高亮度以及SOS模式之間進行調換 再如果想保持住 再如果想保持住 該亮度即可把開關按到底 即可保留在該亮度下 這款Fenix LD09手電筒 除了本體的手電筒以外 還有一節碳酸電 一節碱性電池 一個手電套 一個鞋帶繩 以及一個橡膠圈 被換用的橡膠圈 以上是對於這款Fenix的LD09 2015 edition手電筒的介紹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